亚马逊CEO贝索斯 北京时间1月9号晚上 世界首富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发表声明 宣告自己和麦肯锡和平分手离婚 持续了25年的婚姻走向终点 哎呀 现在就想啊 这个再美的童话也有散场的时候 我记得曾经这段学妹倒追学长的姻缘 献煞世人 两个人共同创业 平凡生活 而且朴素被传为佳话 所以这条毫无预兆的离婚消息 迅速震撼了大家 亚马逊的股价在消息传出之后 10分钟之内急跌22美元 由上涨转为下跌 虽然婚姻已经落下帷幕 但贝索斯和麦肯锡 二人在声明中依然温情默默爱过 而且无悔 即使我们当初能预知25年后离婚的结局 如果从头来过 我们还是会无悔的结婚 这样的气度也赢得了尊重 贝索斯同麦肯锡呢 于1993年结婚 育有四名子女 在亚马逊创立的时候 麦肯锡是团队核心成员之一 但之后呢 他转型成为一名小说作家 这一次离婚除了双方跟家人 造成了一些巨大影响之外 估计也将会创造史上最贵的离婚案 哎呀 麦肯锡有很大可能分到至少660亿美元的资产 你这么说还是挺抽象的 咱们直接点吧 就是说如果这么分割的话 按照当下付豪宝 贝索斯将会跟麦肯锡并列榜单第五位 而麦肯锡也将一跃成为全球女首富 咱说明一下啊 贝索斯的大部分财富都是来自亚马逊 而亚马逊创立于1994年 即贝索斯与麦肯锡结婚后一年 麦肯锡还是亚马逊早期的员工之一 在公司创立的第一年担任会计工作 对 这意味着如果双方没有签署婚前协议的话 麦肯锡或许有足够的理由 分走贝索斯一半的财产 所谓清关难断家务事 婚姻中的分分合合 外人无权多说 25年的时光 愿爱过的人无悔